好幾名消防人員利用器具將車底撐高 他們要趕緊將受困在車底的女騎士救出 費了好大的功夫才將騎士拉出車底 但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事發在週一晚上九點多 一名七十歲的料性駕駛 在基隆德安路上撞上了正在停等紅燈的女騎士 騎士被拖行了約五十公尺 轎車尾先是撞上了人行道上的電信箱 往前開了一點才停下 帶您來聽一段訪問 交車駕駛說當時是車子突然失控才會撞上女騎士 員警對他實施酒測也沒有酒駕 但詳細的車禍原因還有在警方調查